1977年,日本的一艘捕捞渔船在海上捞起一具腐烂的海怪尸体。 同时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海域,海岸巡警在海面上发现一艘渔船,船制的发动机开着,但船上却是空无一人。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,人们纷纷议论,他们一定是被海怪吃掉了。 10年26岁的沙朗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,他正独自驾驶帆船进行一次环球旅行。 并且他和一家杂志报社达成合作,要在现场播报航程情况。 沙朗已经在海上漂泊近三个月时间,现在已经到了航程的最后阶段。 早上9点左右,船开到了蒙特雷湾附近,沙朗已经决定要在今天上岸。 他对着镜头,向观众描述上岸后想做的事,先好好吃一顿,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。 此时的海面上几乎没有风,因此他还需要几个小时才能靠岸。 单人航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,你将独自应付变幻莫测的天气,一个意外可能就是尸骨无存的下场。 所以即将安全上岸的沙朗心情十分的愉悦。 与此同时,沙朗的男友也打来了视频电话。 两人一阵寒暄后,男友表示等沙朗上岸,他会在第一时间来找他。 早上十一点四十八分,沙朗开着船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。 突然,船上的无线电接收到一通求救信号。 沙朗急忙记录下相关信息,并从海图中标注出遇难船之位置。 于是沙朗临时决定改变航道,先去查探一番情况。 在海上进行环球旅行的沙朗,接到一通神秘的求救信号。 于是沙朗决定驾驶帆船,先去查探情况。 就在沙朗向男友说明情况时,船身突然一阵剧烈颠簸,似乎是撞上了什么东西,并且撞击导致了发动机熄火。 沙朗来到甲板上环顾一圈,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 于是沙朗不顾男友的劝阻,执意要下海检查发动机引擎。 蒙特雷海底峡谷左右三千多米深,这片海底峡谷因为靠近陆地,深海上升流会将海底生物带上来,其中就包含鲨鱼这种凶残的掠视者。 每年这片海域都会发生鲨鱼吸人事件,因此男友才会劝阻沙朗不要下海。 沙朗穿戴好潜水服,用绳子将自己拴在船上,确保自己可以顺着绳子爬上船。 做好保护措施后,沙朗跳进水中,检查熄火的船只引擎。 随后他从发动机中捞起一坨巨大的肉块,沙朗觉得刚才可能是撞到鲸鱼了。 拿掉肉块后,发动机可以正常使用了。 于是沙朗重新驾驶帆船,继续驶向事故发生地。 蒙特雷海域之前也发生过多起失踪事件,但海岸警卫队由于路途遥远,在路上耽搁了时间,导致没有成功救援遇难者。 因此,早到一分钟便能增加一分成功救援的概率。 半个多小时后,海面上起风了,于是沙朗收起船帆,依靠风力加快航行速度,很快他就在左前方发现了一艘白船。 沙朗拿起一旁的摄像机当作望远镜,但那艘船上似乎没有人,沙朗朝着小白船大声呼喊,也没有人回应他。 于是沙朗决定绕到白船身后看一看。 沙朗在海面上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,终于找到了遇难船只。 他驾驶帆船绕船观察了一圈,却在船只的一侧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 沙朗心知情况不妙,立马返回舱内,开始用无线电呼叫海岸警卫队。 丹一连呼叫好几声,却没有人回应他,于是沙朗准备离开此地。 他穿上潜水服,以便应对突发情况。 就在此时,船身再次受到猛烈撞击,发动机又被撞熄火了。 于是沙朗急忙打电话给男友,简单说明一下情况,然后让他赶紧呼叫海岸警卫队过来救援。 而沙朗这边也没有坐以待毙,他本想着升起船帆靠着封闭前行,但吊索又被卡住了,于是沙朗准备上前解一下吊索。 此时,船只一个剧烈颠簸,沙朗一个踉跌进了海里。 好在沙朗提前穿好了潜水服,并没有什么大碍,但是沙朗够不着帆船栏杆,无法回到船上。 再加上海面上,风浪变大,沙朗很快便没有了体力,他在海中越飘越远,渐渐远离了船只。 这时,一道庞大的身影在缓缓游向沙朗,沙朗开始绝望地哭泣。 只听见一声惨叫,沙朗便消失在茫茫大海中。 事后,海岸警卫队对该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网格式搜索,但依旧没有找到沙朗的尸体,只发现了他的水下摄像机。 这不禁让人怀疑在大海中是否生活着未知可怕的怪物。